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年的女子天团SHE 说要解散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大家也是问题很大 一说Ella要自己独立出去成立一个公司 二说是这个演艺圈当中的上市公司华颜国际的高层 说很多的高层主管都离开 所以导致现在整个华颜国际的股票说一天市值得了6亿元这么多 请问经济不景气 这个消息传出来是不是也代表台湾的演艺圈要向下来沉沦呢 台湾的毒品很严重 泛滥很多 现在传出说一般我们认为是进行商务性 这个酒店谈客 这个谈客 谈商务性的地方 竟然在卖毒品 而且说如果你抓到对方有持有毒品 只是微小的量数的话 竟然完全让所有的这个毒客发没有感觉 是不是因此台湾的毒品泛滥如此的严重 就是这个原因 快点 给你10秒 快 9 8 7 爬下 爬下 手放手 爬下 警方鹤枪实弹枪口对准酒店小门 要嫌犯开门 最后全部装的PD小组入内 以优势警力控制场面 他打后门 一包 那一包 那一包 不都是啊 来 先倒一下 另外一包 另外一包就怕有人偷溜 警方早就在后门设下埋伏 当场抓包 看似不起眼的垃圾袋一打开 果然都是各式各样的毒品 好棒 来 警方仔细搜查还有弃毒犬来助阵 一进入包厢仔细细细的闻 只见小姐排排坐完全不敢吭声 台北市警方扶晓初级锁定竹联邦 雷唐红人会 发现他们负责为室的林森北路一间酒店 根本是大毒窟 由于前门后门电梯全都上锁 甚至有小弟把风无法直达三楼 远景桥装住户悄悄混入 上下夹攻 顺利攻坚 警方从今年年初南港破5000包咖啡包 开始一路追 这回缤纷六路逮捕酒人 查扣毒果凍 毒咖啡包等各种毒品 甚至也不排除当时得分饭店小磨命案的毒品源头 也来自于这家酒店 上下游的流向 警方还要继续追查 这个毒品害人 目前包括什么毒果凍 毒咖啡包 其实如果不了解的人 很容易因此就中了 再加上有很多有心人 特别把这个吸毒的地方围起来 跟警方串通好 跟白手带串通好 根本无法抓到所谓要头在哪里 但是现在台湾这个毒品泛滥 在亚洲地区 甚至于全世界地区已经达到了一个 我们在首次看到是一个巅峰期 我从今要毕业到我退休 从来没有听说我们台湾的毒品这么盛行 那为什么呢 这次在我们的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他率领在刑警大队 刑事局还有士林分局 中山分局等这些干员 查获到这一次中山区里面的一个酒店的一个 雷塘 竹联邦雷塘的一个分子 他所经营的这些毒品贩售案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老百姓不知道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吸毒如果查到三级毒品四级毒品 什么叫三级毒品四级毒品呢 比如说FM2 K他命 一一面等等 这是什么 二十公克以下在身上你查获 没事耶 无罪耶 没行者啊 我有持有毒品 你持有毒品 还没有罪啊 没罪 八个小时上课 去上八个小时的课 对对对 然后呢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而且没千课 那我就每一次拿二十功课 每一次拿二十功课 我永远没有试啊 十九功课 十九功课对嘛 对 永远没事了 如果不小心超过了二十功课 怎么办 最重最重 三年以下 所谓三年以下的概念是什么 正常来判 大部分都判个 半年 一年 半年六个月让你缓刑 一年 好 确定之后 一年 我们台湾的法律是 几年离开 关个六七个月 就出来了 那台湾的政府 说要抓毒品 很假的 他是真的抓 但是法律没办法 他是一级毒品 二级毒品 比如说 我们一级毒品 海洛因 二级毒品 比如说我们的安非他命 这是很毒的啦 这个是 对 这个就是最终会死刑的 是 但是三级毒品 到四级毒品 这些中小学生 渗透到现在 十二岁都在吸毒 三四级毒品 吃的不会上瘾吗 一定会上瘾 是啊 而且他这个酒店里面 你看 他表明就是 挂着羊头卖着狗肉 他现在要 分 分 哪种类型的 以前我们去喝酒 就是很单纯 弹生意 唱唱歌 弹弹生意 他现在不是 他有分毒桌 商务桌 什么叫毒桌 就是说 这间房间里面的 通通有吸毒的 比如说有拉K的 一起拉 比如拉K 吸K烟的 一起K 一起拉 一起吸毒 那这些毒 从哪里来的 可能酒店里面的干部 里面的围室 里面的小弟 就帮你打个电话 打给什么 打给小蜜蜂 打了之后说 我这里几号房 有需要多少量的 什么样的毒品 他就摩托车 就送过来给你了 服务这么好 利润这么高 送给你问候 他的成本是十倍 十倍的利润 一贪十倍 假设他是六十块 就卖你六百块 一百块就卖你一千块 九点贪掉 那个一人一半 这种其实都有一个 他们一个 酒店分离一点 小蜜蜂钻一点 对 那 再来 他在边抓到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三级毒品 四级毒品 酒店说 没有 那跟我没关系 那是他们自己 外面买进来的 我不知道 可以这样撇清关系 因为你警察察破到的 他有人事实地物 你什么人吸毒的 什么事 你是叫什么人送来的 都有电话 酒店送我不知道 撇得干干净净净 酒店说 那是我少爷私人行为 跟我没关系 我明天就把他烧 这样 就切开了 切开之后 那这些小姐 为什么那么喜欢坐毒桌 他这些毒桌的 这些毒虫 一般来讲 他的身体状况 都不大好 很多几乎都是性无能的 不会对他们上下起手 每个人上下起手 因为爱嗨而已 听到的 因为爱嗨而已 所以很多女生 坐在那边 自己女生也在吸毒 那是少爷也在吸毒 这些毒客也在吸毒 那所以 现在变相了 完全变相了 你好好当当 抓了那么多个人 桌放槽 抓着就没办法了 因为 每个人你身上查到 你不可能 一次就吸了18公克 没法吃好四公 因为吸毒的是 一点点 一次大概几克 顶多零点几而已 零点几 或者了不起 一公克 然后19克以下 才上课8小时 对 根本没感觉 不痛不痒 而且讲实在 他比交通法则还轻 是 那你想说 制造成一个什么 制造成一个酒店 跟警察业者 业者跟警察 又有一个微妙的化学关系 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你酒店里面有毒品 但这个毒品 酒店你说跟你没关系 但是我每天来领检 每天来站岗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来站岗 我先就帮你走 大家来说 来瞧 来本就对了 以前常常套一句话 我也是警务人论推秀的 大家心照不宣 以前常常说一句话 全世界连个美国总统都知道 你们家的 隔壁在拔轿 你们官府的不知道而已 哪有可能不知道 所以嘛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是鼓励说 好的警察 我们要把他极力的表扬 不好的警察 不孝的分子 这些少数嗨群之门 要把他救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整个 你看 现在民生 整个大家都乱成 这样子 你酒店来面 国民政大的吸毒 然后 浩浩荡荡 那么多的警察 上百个警察 去冲你们这九个人 抓到了这些毒 轻轻松松 罚个钱 交个保出来 没事 那然后你其他的警察 当地警察说 我不知道 那我可能不知道 所以警察有抓 立委的刑罚 重则没有跟上去 对 衔接不上 没法拿下 所以他现在立委 已经有在讲说 是不是要把三级毒品 四级毒品 赶快赶快 把它列为 像是二级 或者是一级的毒品 那因为这些危害到 最大的是什么 危害到 小学生 中小学生 一个很可爱的 一个娃娃图形 软糖 小熊软糖 你不知道 那吃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 K他命 或是FM2的这些毒品 那小孩无形之中 被渗透进去 你都不知道 在嘉义有一所大学 我们有一个很有名 叫谢金河 谢金河一个同学 大学来面 当校长 他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 你的学校里面 验毒之后 验毒 有多少人吸毒 百分之五十以上 真假一半都吃过 对 所以可不可怕 再来 我说讲 这个酒店 这个毒的 我们讲 整个毒的架构里面 因为他们现在很聪明 他知道说 什么是三级毒品 什么是四级毒品 所以这些小姐们 他也很清楚 他我在那边上班 我不喝酒 我吸毒 他有钱赚 那我们去年不是 发生一个很有名 那个W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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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豪哥 你看 他也是 据说他是自己说 他离婚之后 心情不好 就W开了两三天 住了好几天 你看 但是那个 郭信小摩 他身上 那辛苦严重 有这样十种的毒品 所以里面是毒品 毒品 那个毒品 你说 不会上瘾 这不可能的 毒品比相应还容易上瘾 你说你一次 十次都 都不会上瘾 那不会 毒品只要你碰一次 他就绝对让你上瘾 不管三级四级碰一次 都一定上瘾 一定上瘾 除非说什么 除非说你量很小 所以现在有些人 像有些不孝的警察 我说有些 不然我这是很少很少的 他甚至于会把一些毒品 放在特定的地方之后 叫一些未成年的人 你去把他 哪个厕所外面 去把那个香烟拿出来 用力吸两口 然后 那个两口里面 你要吸才有可能 咽尿才咽得出来 这是报纸有登的 媒体有报导的 但是我现在不方便 把这个公开出来 那么现在走司法神区 那所以我说 类似这样的情形 因为台湾这个毒品 泛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深处在酒店 很多大家不晓得说 酒店里面 没毒 一些罗门 狗帅都在那 什么警察都没管 其实讲实在 我们刚刚就讲 他不同调 那没办法 那在那不同调之后 你警察自然开始 我说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你像我们这次中生分局 以前是我的老单位 对 你在那边出来的 我在那边出来的 以前我们老的学长 讲了一句话 那个年代 他说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连警察都被这些钱给绑住 绑架 不用钱最贵的 不用钱的最贵 那你在那边 三种人 第一种你在这边受不了的人 你就是赶快去考官校 去往上冲 当警官 当警官 第二种你不行 你就是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离开那个地方 第三种 你就跟他们到处 同流合污 就摸下去 多见见四面 多了解一些 我们外面的花花世界 所以要在那个地方 人家以前说一句话 没有三两三 不敢上中山 因为那个地方 正龙蛇杂处 所以这一次 在中山分局的 中山一派出所 他这次 这些很多 很多的同仁们 包括中山一派 锁定重臣 首长这些人 你看 十个人 这一次被起诉十个人 我这样很简 讲这句话 全 中山分局 不是只有这十个人起诉 这十个人 他是被查获到 所以还有其他 没查到而已 然后全台北市 不是只有一个中山分局 那台湾不是只有台北市 多不剩多 所以 整个台湾架构地区里面 你说有多少警察 有没有不为人知的东西 是没有爆出来 我们叫做黑树 这种其实我一直鼓励说 好的警察 我们必须表扬他 不好的警察 我们必须勇敢地检举他 我公开在电视上讲 如果我高任何 哪里一毛钱十块钱 你赶快来投诉我 你赶快来检举我 OK 我敢坦荡荡地面对 我们的全国老百姓 全国的民众 那这些事情 其实是这样 你看 他中山分局这次是什么 包庇社群行业 那这个社群行业是什么 它是 一个日式酒店 小小的日式酒店 然后你把这些女生 这些女生都是从外国 比如说有中国的 也有泰国的 也有东东南亚的那些女生 你把它用非法的弄进来 弄进来之后 在你的辖区 你身为一个警务人员 其实你已经国家给你的薪水 绝对超过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一个月 将近扣一扣七十八扣 一个月你下来 比外面的二十八个 多了好几倍了 绰绰有余 让你养家糊口绝对够了 但是你不止没有取地 你还变相地去做了一些 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他目前来讲 当然还在审理当中 我们也不能太讲得太难听 只是说有的话 赶快大家都收手 赶快来改变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但是我们当然是鼓励加免 全世界硕果仅存的原始部落 说在印度的小岛上面 说这个原始部落 大概只有四百多个人 还说这个原始部落 与世隔结五万多年 我很好奇 他们都还是全裸吗 还是摘果实 是要找动物吃吗 你知道吗 文耀哥 有没有看过阿凡达 阿凡达不就是 原始的一个星球上面 大家都过了自己的生活 结果被文明入侵 要侵略你吗 对不对 其实在地球上 在安达曼群岛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类似 阿凡达这个故事 这样的一个部落 是海岛对不对 你知道在海岛 它就在孟加拉湾的 这个南边 在中间印度的南边 同胞达出来没多久 但是由于这个安达曼群岛 实在太与世隔绝了 它在印度洋的北边 然后你周边都是 离陆地都非常的远 所以说在这里 有好几个部落 它就是完全的一世独立 在这里甚至最夸张的 这些部落 很多都五万五千年 六万年 没有改变过它的 整个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生活 没有被破坏 对换句话说就是 你也可以说没有进步 但是它就一直维持这样的生活 六万年 算不算世界人类遗产 好好奇 已经算了嘛 对不对 因为没有 现在文明这么发达 但是他们因为与世隔绝的关系 一点都不文明 即使是印度来管辖 好 这个加洛瓦族呢 目前可以说是稀有动物 为什么呢 四百个人的一个部落 很小嘛 黑人 对台北市 随便一个里 可能都比他人多 当然 对 然后呢 四百个人的一个部落 你进去 那个门口还会立即告示牌 就是警告游客 还有一些周边的居民 告诉你说 不要再越过这条线 因为里面这个部族呢 是受到保护的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印度政府 有在保护他们 但是你就知道吗 文瑶 很多时候呢 观光这种东西呢 会带来财富 对不对 那如果呢 我一直让你一世独立的话 那感觉起来 我可能会赚不到这个钱 对不对 或是没有办法炒地皮 好 安达曼群岛 最近有了一个这个idea 印度政府希望在这边 开一条高速公路 从安达曼群岛的首府 一路开开开 开到加洛瓦族这边 等于说不用坐船 直接开车就有了 意思就是我直接带你去观光 你要看最原始的人类生活 来来看加洛瓦人 我就带你用车直接过来开 像冰动物园 对 你就可以看到 感觉就很像动物园 对不对 所以呢 对有个团体叫生存国际 他就抗议 他就说你这样的话 会让加洛瓦人 在十年内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文化可以说是 完整的保留了人类 在六万年前一直到现在 最完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氛围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他们穿的衣服 他们就是半裸着上身 还是半裸 然后呢 加洛瓦人呢 你看他看到车子 他的眼神看起来 对就是充满了好奇 甚至你看 这个画面流出来的时候 真的让大家觉得非常动性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跳舞吗 为什么 因为刚刚都说 来来来你跳我给你钱 就变成用这种方式 你知道 所以 虽然他高中后还没开 还没有开 但是其实已经有一些路 通到加洛瓦人 住的不足的附近 好 然后现在呢 最爱去加洛瓦 这个坐这些 这个车去Savari的人呢 他们是什么 英国人最多 你知道英国人以前殖民这边吗 英国人很爱去看 然后呢 他们怎么样呢 现在有人在卖这种套装行程 就是跟你讲说 你花折台币大概一万六千元 我就带你包三餐 让你亲自体验 人类最原始的生活是什么 文化观光团 哇 英国人趋之若鹜 去了 一定要去看 然后 但是问题是 那个平常进不去嘛 对不对 要买通谁呢 买通附近的警察 加洛瓦人呢 是一个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游牧民族 渔猎 就他们最主要是打鱼 你知道吗 就是周边的鱼 鱼产非常丰富 但是你知道他们的船呢 基本上就是那种小 一夜小偏舟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呢 他们平常都扮了上升 你知道英国人 去那边的时候呢 第一个买通警察 带你去看 第二个 这些警察其实才是最坏的 为什么呢 我收了英国人的钱 然后呢 就跟这些加洛瓦人讲说 来 你看到观光客来的时候 记得你们就要 把不足的舞蹈拿出来跳 越跳越开心 就是完全一个娱乐化的感觉 如果有人不要的话呢 他就跟他讲说 你的东西 你今天吃的东西 都是我给你的哦 对不对 不然你要自己去打哦 你看 你只要跳完舞之后 你就有东西吃了 对 我就直接给你 然后呢 他们就怂恿 什么 就其实你已经收了一笔 观光客的钱了 你还怂恿这些加洛瓦人呢 去跟观光客再要钱 两边收哦 观光客要钱 你以为这个钱会给他们用吗 不是 比如说你 文瑶 比如说你是那边的族人 你可能跟他多要了一千英镑 你觉得好开心 要上脚 对 然后不是 然后呢 我是警察 我就跟你讲说 文瑶 你要不要抽烟 来 我给你十根香烟换一千英镑 还有这样子的哦 对啊 那你这警察就削海了 你知道 这种感觉呢 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恶直 而且呢 观光客本身也很恶直 为什么呢 你真的把人家当动物看 你没有把人家当人看 一定是这样吧 去那边的时候 人性如此 你有没有在动物园看到 人家丢香蕉啊 丢什么吃的 你知道这些观光客 尤其是英国人 看到他们的时候 也是丢香蕉啊 丢醇啊 对啊 丢什么给他们吃 所以换句话说 这种东西行为上 也让人家很痛心 你会去思考 文明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等于去打扰了 这整个部族的一个 生存的模式嘛 对不对 那当然 安达曼群岛 除了加洛瓦人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部族 叫做森提奈人 这个岛 位在安达曼群岛 还要在北边 叫做北森提奈岛 那森林代人 跟刚刚介绍的 加洛瓦人不太一样 他们是什么样 他们是打猎 他们不是打鱼 但是由于这个岛 你可以看到 这个岛中边 都是珊瑚礁 珊瑚礁周边 底下你看 全部都是森林 他们就住在森林里面 所以呢 这个岛比刚刚我讲 那个加洛瓦人 还要与世隔绝 你现在来这边的话 你真的除了坐船 跟坐直升机 你没有别的路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远远的看 他们看到直升机来 发生什么事 直接拿弓箭射你 对不对 来就拿弓箭射你 他们觉得好像 看到怪物一样 对不对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当这个摄影师 进到这个部落的时候 他感觉到这个部落人 其实他们的防卫 只是为了怕外敌入侵 其实本身来讲 是很有善的 对 然后但是呢 印度政府的 观光的一个政策 现在也危及到了 这个森提耐人的生活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以前在探险的时候 是因为实在 太与世隔绝了 但是你现在 等于是 整个要开路 开进去的时候呢 这些人的整个的一个生活 跟他的文化呢 也会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影响 现在甚至有人讲说什么 干脆呢 就是因为他们以前 也抵抗过谁呢 抵抗过 比如说二战的时候 抵抗过日军 也抵抗过英国人的殖民 对 但是现在面临着 整个文明的一个侵袭来讲 除了用弓箭射 直升机之外 他们甚至没有能力 保存自己的文化跟家园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呼吁 印度政府 你要好好地看待 安达曼群岛 这些隔绝了五万多年 六万年 都维持自己生活的人 因为他们可以说是 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在台湾成俊的17年的 SH女子天团团体 传出要解散 而这个经济公司 华盐国际 一天的股票市值 还跌了6亿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今天台湾的天气 对大部分地区而言 是啊 算是还算稳定 只不过西半部 有些地方还是下了一阵 午后的一阵雨 雨量比较大的 还是今天清晨 从东南边进入到台湾的 这个云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太平洋高压的位置 都是比较北边 我们看到在日本南边的这个高气压 就是太平洋高压 原本这个高压的位置 应该是在太平洋上面 把这些南边的云层压在南边 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的位置 往北台南边的这些云层 跟着也往北台上来了 进入到我们台湾 未来这几天东半部 尤其是花东 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阵雨 而且有可能还是会出现 比较大的雨势的 那至于中南部 大概都是午后的雷阵雨 那北台湾相对的天气 就比较稳定 下雨的机会就比较偏低了 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是在菲律宾东边外海 这些低气压的发展 那未来大概这一个礼拜之内 有可能会有一到两个台风来形成 那既然太平洋高压的位置 比较北边了 所以他们的路径 有可能跟着也会比较北边一点 我们再从卫星云层上面来看一看 南边的这些云层 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在菲律宾东边外海 这边削削涨涨 现在我们看到主要是有两个系统 一个就是距离菲律宾比较远 这个云层在这附近发展当中 另外一个是距离菲律宾比较近一点 这些云层在发展 不过未来观察起来的话 应该是比较靠近东边外海的 这个云层有可能发展起来 然后差不多下个礼拜四的时候 接近到菲律宾北边的陆地 或者是接近巴士海峡 会不会往北台上来影响到我们台湾 当然是在未来这几天 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其实最主要都是 太平洋高压位置北边 这些系统就有机会 往北的方向抬上来 到下个礼拜四 这中间还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变数比较大 但是最近这一阵子 我们可能对于南边的扰动 要特别注意它的发展 从少女唱到变人期 天团SHE成军17年 风靡亚洲 但现在三人合体 事业各自精彩 最新惊爆Ella将出走 自主公司 Ella到法国拍广告 还带着老公赖思祥 小孩同行 工作兼度假 但似乎也预告了 老公将成为事业伙伴 去年赖思祥 已经注册镜华娱乐 而准日期为10月3号 恰巧就是SHE10月约满的时间点 出走消息一处 不仅粉丝震惊 更重挫华言股价 周三开盘一小时 就从140.5元 下跌到126.5元 创下4个月以来新低 推估市值 增发6.62亿元 其实SHE三人 都是华言金基姆 Ella三年前推出新专辑 华言股票连涨5天 还曾获封华言股后 9月就是SHE成军17周年 外传会发行新专辑 但歌迷担心 恐怕成为三人最后一张 赖思祥则回应 三人连台风都打不散 感情这么好 等时间到了 Ella会出来跟大家说 华言也表示 相信Ella仍会继续合作 SHE不会解散 澄清关系没有申辩 要有粉丝安心 您觉得会解散吗 SHE其实每个人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发展 不过如果他们合体的过程当中 永远是再创高峰 会不会只是炒新闻 用这个方式拉台自己的身价 SHE是全台湾最常售的女子天才 17年前的9月11号 SHE正式成立 然后这个女子天团 开始进军唱片界 当然因为他们非常的受欢迎 到后来不只是唱歌 尤其唱片说真的 能够发展也有限 除了商演之外 所以演戏的演戏 然后先是Hibby 他就觉得说 我除了这合体之外 我也可以单飞不解散 Hibby 所以你看对 然后Hibby你看一出去 发展也蛮好的 就是我不一定要跟团体 我自己也可以做一些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印证了说 原来单飞也可以的时候 Ella前一阵也出了个人的EP 那当然这印证了说 合体当然是大家最开心的事情 但是单飞也未尝不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Ella当然就觉得说 其实我也可以试着自己做经济约 看一看 而且她老公赖思祥 非常会做生意 她老公也是华言唱片的顾问 那华言唱片很多的这个 因为她老公很会做公关 然后很会行销这些东西 帮华言也赚了不少钱 那你想想看 SHE光是这个团体 每年就可以帮华言赚4亿 三个人帮公司赚4亿 只有他们赚4亿 那你想想看 其他旗下还有谁 闫亚伦 林佑佳 曾知乔 菲尔合唱团 动力火车 但是说真的 SHE在华言来讲 应该算是曝光率也好 受欢迎度也好 各方面也好 开玩笑这位 人家是团结就是力量 赚最多的最多钱 所以也难怪说 Ella宣布说 她的经济约 约满了之后 要跟老公自己做经济的话 当然会引起很多歌迷的联想 但光是当年的时候 Hebe自己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 不得了 不得了 SH是不是要解散了 是不是成为历史名词了 还好没有 这一次陈佳华也讲了 他讲说 对 我是要自己成立经济公司 我经济拿回来自己做 但是基本上 我跟华言 我跟SH的感情 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叫双经济对不对 双经济意思就是 我跟华言策略联盟 就是OK 变成我以经济人的身份 来跟我的前经济人 来谈一些合作演出 有可能这么做吧 对 为什么赖斯祥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觉得说让Ella这么信任 第一个感情 感情好 夫妻很好 因为赖斯祥 他那时候跟Ella认识的时候 是怎么认识呢 赖斯祥大家都叫马来高 马来高 因为他马来下人 赖斯祥那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 正好做一个化妆品公司的 台湾区的行销的协力 那时候要办活动 就找了Hibby来 那当然有了Hibby SHE就一起来看看啦 什么的 那赖斯祥也因为这样 因为阿中的关系 什么的 跟他们也都打成一片都很好 那然后呢 Ella那时候跟赖斯祥呢 感觉相处很愉快 然后就开始谈起恋爱来了 那时 哇 爱得死去活来的这样子 可是呢 就在他们即将的结婚之前 就传说说 因为赖斯祥来台湾已经七八年了 那时候 那时候他曾经跟办公室一个女同事 有感情的纠纷这样 那后来呢 这个赖斯祥因为当时那个女同事 跟他交往的时候 就觉得说赖斯祥太花心了 好像很不完全 还曾经一度想要下降头 让他回到他身边 对我死心 还曾经一度想到这样 那当然赖斯祥后来 因为有了Ella之后呢 当然就整个专心 心思都放在Ella身上 那Ella也是 Ella在跟赖斯祥结婚之前呢 也是跟吴尊啊 跟什么严承旭啊 之间也传出过悲闻过 可是Ella讲说 他一段时间 他把感情当成游戏一样 然后很容易动心 也很容易结束 最快的时间 两个礼拜就分手 他说 他那时候就觉得有一度 在情商之后喝醉 喝醉在路上高处狂飙 然后出车祸 但是呢 碰到赖斯祥之后 两个就觉得说 我们都收心吧 我们应该 真的在对的时间 碰到对的人 所以呢 他们俩就结婚了 可是结婚之后 我觉得赖斯祥很厉害的 就是S.H.三个感情太好了 在还都各自感情 还是空门 还单身的时候 都互相以老公老婆来相称 好啦 真正老公出现的时候呢 赖斯祥竟然可以跟其他两个 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这大运 你知道这姐妹之间好姐妹 尤其像S.H. 这就是台风都吹不散的 这样子的感情 你是不是 今天你交的男朋友 一定要经过其他两个姐妹鉴定 姐妹她的想法一定是如此 当然姐妹一套想法太重要了 那这个马来膏很聪明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请她吃马来膏 但是呢 跟其他都相处得很好 所以呢 Ella呢 跟赖斯祥相处到现在 然后赖斯祥她又发现说 原来我老公可以帮我很多忙 因为你看 到后来Ella很多演出的时候 赖斯祥永远都是默默地 坐在她的身边 或者默默在后面等着她 看到老婆在台上演出 那甚至呢 不管在任何的场合 他们结了婚了嘛 后来那赖斯祥也知道 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儿子 就是赖斯祥永远都是 愿意我陪在 这个我的老婆身边 我觉得她心态调整得很好 并没有因为说 我老婆今天是 已经是这么红的人 哇我就心态不平衡 因为永远人家讲说 那是Ella的老公 她不会说那是赖先生 她只是说 那是Ella的老公 可是我觉得她 觉得OK啊 我老婆好 我也好 很开心啊 对不对 好那想到这样子 那她说Ella那现在自己出来 这个当经济约 那当然老公一定也给她 很大的一个支持嘛 那这当然了 那当然也引起 这唱片公司的一阵这个地震 那你想想看 这个这个我的 我的印钞机 既然就要跑了 那华妍当然会觉得说 哎呀那现在要怎么处理啊 所以公司内部可能有一些 改组啊 或是一些人事的更动 那我觉得这在唱片公司来讲 这也很正常的 因为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嘛 Ella呢 她有幸福甜蜜的婚姻 但是呢 反观这个Hibby 跟Selina 就有点淡淡的哀愁 因为你看Hibby 到现在 好像都没有 大家就说 怎么都没有听过她交男朋友 好像有感情 有着落的事情 甚至呢 还猜她的性相 是不是怎么样 这样 那不管那人家总是 现在以歌唱为主 那你看又得了金曲奖啊 各方面 单飞也很好 合体也OK 但反观的Selina呢 真的是 我觉得她现在 也许离了婚之后 因为我后来 她离了婚之后 我们在电视台 又碰到她 其实还蛮开心的 就是还蛮看得开的 那这段婚姻 对Selina来讲 其实我觉得 她也是历经过 一番很大很大的 心理的波折 你想想看 她跟Adeon那时候 因为双方的家长认识 然后这样子介绍认识 Adeon那时候 也是追求她 然后Selina 跟她那时候正要论结婚嫁的时候 在2010年的10月22号 22号那天 在大陆拍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因为爆炸 然后受重伤 全身54%的灼伤 竟然还能活得下来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你想想她那时候住院的时候 Adeon任爸任妈 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 立刻赶到大陆去 然后那时候 弄回台湾的时候 Adeon那时候 你知道她白天 还是在律师楼上班 每天下班之后 第一件事情 赶快到医院里面去 然后呢 因为她那个是烧伤嘛 你要到吴郡氏的病房里面去休息 那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去的 Adeon呢 就每天都睡在 旁边的那个家属休息室 这等陪伴Selina 虽然她没有办法跟Selina 面对面在一起 可是她让Selina知道说 没关系 我就在你旁边 我永远支持你 我一定好好爱护你这样 那你看 两个这样子过来 然后呢 Selina那时候回忆讲说 她那时候她真的觉得 痛苦的不是烧伤的时候 而是回到家 那才是真正痛苦的开始 因为要复健嘛 对 因为烧伤以后 然后你知道烧伤那所有的皮肤 通通都 穿那个压力衣 对对 就穿压力 然后整个皮肤都紧缩 紧绷在一起 你要这样拉开的时候 那个真的很痛很痛 那每天 至少要忍受三次的折磨 那个撕开来 那个拉开 那个痛苦 她每天都哀哀叫 然后那时候她讲说 她痛恨身边的每一个人 然后你总的情绪 总有出口 她就每天对任爸发脾气 对阿丁发脾气 对这个发脾气 她恨死了 她觉得说 为什么阿丁 你可以这样子好好去上班 你可以再去找你的朋友 为什么我不行 那为什么爸爸呢 你看我受这么多的伤 是我的错吗 也不是阿 那为什么你还感谢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人说感恩 又不是我做错 你感恩什么 那时候她每天在那种痛苦 极端心理 那个纠结 增长里面 可是我真的觉得她很勇敢 因为那时候她稍稍 我们大家觉得说 她大概 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 再站到她最爱的舞台上 可是她很厉害 十个月 她就付出了 好厉害 然后那时候阿丁就跟她结婚了 那当然 你说当然隔了一年 就阿丁跟她结婚 我觉得阿丁真的也不简单 因为说真的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 情绪上面的一些冲突 相信 那当然 那你现在她情绪绝对不会好 因为你知道她就是一个病患 那像阿丁那时候 你娶 那会不会有一些个性上面的摩擦 因为我相信这一年来 大家看对方看得更清楚 对我更了解 知道你适不适合我 我是不适合你 那但是不娶的话 外面人会被所有人千夫所指 有压力 说你看 你阿丁就是个复兴汉 你看Selena 烧成这个样子 你竟然还不娶她 你是谁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娶也不是 不娶也不是 我觉得阿丁那时候 做了一个最勇敢的决定 她就是跟Selena结婚 那个画面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感动 因为阿丁真的就承担了这个责任 可是问题是 你那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 跟在经历这个火灾之前 跟之后 我相信两方的心态都不一样 这个婚结下去之后 阿丁其实有一段时间 她也是常常 有时候会跟朋友诉苦 就是被狗仔拍到的时候 她有时候跟朋友诉苦 就讲说 其实她的压力也很大 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样的开心 那主要是Selena后来付出之后 大家就知道说 你就是Selena的老公 你就是男朋友 她的心态很显然 没有像马来高调整的那么好 那当然啦 那Selena那时候家里面 很多种种的压力 被人家到后来 所以他们两个呢 就在这个结婚不到五年的时间 就宣布要离婚 其实他们离婚 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惊讶 因为阿丁那时候 不管私底下怎么样 可起码在媒体的面前 或是在对外的时候 阿丁永远都扮演一个 好好先生的角色 也是好女婿的角色 我们都觉得说 哇 这么好的老公 到哪里去找 可怎么会离婚呢 可是那当然 那那个Selena跟阿丁 各自在这个脸书上 发表宣言就讲说 我们这个婚姻是需要 两个人努力 我们坦诚面对彼此 那阿丁也讲说 我承认我不是个最好的老公 那Selena也讲说 我不是最好的老婆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Hibby呢 突然那时候天外飞来一笔 竟然在脸书上就讲说 你不是男人 你甚至不是人 这样罢他 对 那他想说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怎么回事 Selena跟阿丁离婚了 你Hibby为什么突然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突然发表了这一段话 那当然啦 Hibby也没有指名道姓说是谁 可是大家想说 阿丁你跟Selena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时候又众说纷纭了 那不管怎么说 他们已经离婚了 离了婚以后呢 这个阿丁呢 大概在离婚九个月以后呢 就被拍到说 他跟一个这个主播 电视台的主播 毕东 喇鸡 那天喝了一点酒这样 那当然 那人家离了婚了嘛 人家要再把妹 有什么不可以呢 那阿丁呢就讲说 对啊 我也不是圣人啊 我也是普通人啊 我也会跟我的朋友出去喝酒 他针对这个事情 他讲说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那天呢 只是喝酒了 情绪棒大了 所以呢跟人家 毕东 喇鸡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Selena呢 就是还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他也就是要不要结婚 他也没有想太多 顺其自然 那阿丁呢 到现在起码 他没有对外讲说 我要再婚了这样子 那只是说SH1 在现在这个各自有 各自不同的感情生活之外呢 大家还是希望说 千万不要解散 因为我们还是很喜欢看SH1合体 但也来看到的是 维格Motel的老板 也是基隆永恒园区的老板 陈振锋 这位知名人物呢 最近其实有点官司的问题 也不过没有想到 检察总长帮他提非常上诉 他暂时可以不用管 对 我们讲到 你刚刚讲到的是那个 阴阳豪宅大亨嘛 那你其中讲到的那个 永恒墓园 就是我们的这个诸葛亮 这个综艺天王 其他长眠的一个地方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那这个陈振锋 为什么会涉入这个案子呢 其实就是跟基隆的林权禅寺 林权禅寺他就是控告他 窃占土地 那整个案子简单来讲 就是说林权禅寺呢 他跟这个陈振锋 在1995年就签订了一个合约 就说好 我的土地呢 就让你可以通行 通行到你的这个永恒墓园 可以当作这个对外连外道路来使用 经过的马路 对 可是后来呢 某种原因 这林权禅寺后来就反悔了 他就说我土地我不要租给你了 我也不借给你 但是呢 就是这个两兆都还没有在同意的这个当时呢 后来发现说到1999年的时候呢 这个陈振锋啊 就开始在这个土地上面 就开始盖了一些什么草地皮啦 然后盖了一些景观的东西啦 然后连警卫庭就整个通通都给他盖起来了 对 那那个林权禅寺就会觉得说 我就没有答应要租给你 也没有答应要借你使用 那你怎么就开始盖 所以被刑侵占 对 他就告他窃占 那这个官司后来缠送多年呢 那后来这个陈振锋就背叛窃占2000平的土地 就判刑确定4年 然后要入狱服刑 就在入狱服刑的前夕呢 我们的这个检察总长颜大和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竟然是在他卸任的前夕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案子 后来他觉得说这个案子还是有疑点 那简单来讲呢 他认为说 因为如果你这个林权三四认为说 这个陈振锋是窃占土地的话 他是1999年就开始 在开始大兴土木嘛 那如果你有这个任何的疑虑的话 你怎么会到2011年 这个检察官才开始受理这个案子 当下去应该讲 对 所以这个案子已经拖了10年了 那由于说这个窃占土地案 它的追溯期是10年 那所以他认为说 那你这个追溯期就已经过了 所以就不应该再继续追溯 无效的意思 对 所以严大和呢 就用这个理由呢 就帮他成功的翻案 所以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呢 还要重新审理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陈振锋 入狱的前夕 就先被喊咖 那现在目前为止 先不用进去做了 但是 就是说这个窃占地 这个目前为止是上诉成功 不过呢 他所拥有的这个 基隆永恒墓园 其实之前有很多的争议 包括了这个基隆的前议长 黄景泰 那个时候也传说 就是花了五亿元 就帮他关说 为什么他这个 这个永恒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道路 就一开始是蛮泥泥的 就是都没有什么连外的道路 可是呢 这个黄景泰就用五亿元 就帮他盖了 在旁边帮他铺桥造路 对 就是这个道路 就刚好就连到他那里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不解 为什么其他的道路都烂烂的 就读读你这个道路是好的 那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关乡勾结的意思 对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政商关系的勾结 所以这个案子目前还在审理当中 但是讲到了这个陈振峰 刚刚你有讲 就是说维格 大家为什么说 他是阴阳豪宅的这个 集团的大亨 我们讲到阴宅 就是讲到这个永恒文创园区 宝塔嘛 那你讲到阳宅的豪宅的部分 那刚刚就是讲到了 这个维格汽车旅馆 还有他令人就是哲哲称奇 就是他投资信义之心 也是他 20亿 对 那目前为止包括这个 歌后张慧妹 还有这个歌王王力宏 都是这个心意之心的住户 所以这几个案子 就让他炒热了 那我们今天讲到说 这个维格汽车旅馆 讲到关键了 其实温瑶 其实不瞒你说 其实我上个月才去 但是我不是迷人 你跟谁去 这个比较误会 对 我跟你讲 我是带着全家大小去 因为刚好有那个休息卷 去开party 去唱歌 去KTV唱歌 对 里面的设备很好的 我跟你说 我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去 我们全家大小去 你真是大开眼界 因为床很大对不对 它不只床大 它整个是豪华的设施 你知道它的设施是找 那个蒋友博的成果设计 就是非常非常有现代感跟设计感 而且它每个房间几乎都是 最小是19到23平起跳 然后电梯里面还有可以坐的沙发 所以它整个设计非常有设计感 为什么就是名人都趋之若鹜 好 讲到名人 那你维格为什么 它还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号 叫做名人坟场 因为通常讲到维格 大家都会想到什么 就脱勤嘛 开房间嘛 对 那就是我们系数过的一些名人 就是我们看到几个 比较著名的案例 就是之前 就是现在那个很有名的律师 吕秋远 有没有 他那时候也被传说他批二女 其中带了另外一个丑女 也去上了维格酒店 一次带两个去啊 对 没有 他是劈腿 他带了文青女是带回家 丑女才是带到了这个维格酒店 后来也被拍到 但是李秋远就说 反正他也没有结婚 只是这个劈腿 可能犯了道德上 要被谴责的这样子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更扯的是新闻的 盟葬委员绝安 绝安慈人 月领十二万的一个盟葬委员 然后 他在上班时间被拍到说 他去洗三温暖 吃大餐 那就不打紧 他还跟一个熟女去维格 就被拍到了 对 你一个 一个决安慈人 你就是 就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啦 也不能说他是出家人 你带着这个上班时间带着熟女 你去维格要干嘛 然后他就用他的理由 他就说 其实他去见仁波切 仁波切在维格里面 可是我很难想像 仁波切有这么多的旅馆可以住 然后你去住在维格 那为什么要有滴奶熟女跟着去 他说那个熟女是他的师姐 然后等于说他太太也认识这个熟女 所以他这个是用 跟这个熟女去见他的师父仁波切 然后在里面谈事情 好啦反正信者很信 周刊误会他 他可以编出这样子的鬼话 那我们大概 好那也是也认了 他就说我学佛啦 那如果说我自己呢 就是犯错我会有报应 但是不管他的这个理由怎么样的话 反正最后他是被这个盟战委员会 你是上班时间被抓到嘛 你去这个旅馆摩特 然后后来他是被记了一大过处分 好那我们讲到其实最有名的名人 坟场的这个名人 就是系属这个吴玉生 吴玉生因为那一场 声望掉好多 其实他真的蛮衰的 因为他当时是如日中天 他是那个台北县的立委 而且那时候是全国最高票的立委 还连任两届 其实如果说他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 他的这个政治生涯 其实会蛮一路顺遂下去的 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大家讲到维哥还是会讲到他 他是婚外情吗当时 对对他的这个仕途 其实也蛮大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话说是说到2009年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狗仔应该是有接到消息 然后就跟拍了他 拍了这个B&W 就是一开始他就是布置了这个 精心浪漫的整个约会的过程 他先跟这个首女拍到这个孙仲渝 先去这个高档日本餐厅吃饭 然后后来呢就是 他就是好像有发现有人在跟 所以他就是左闪右闪 左闪甩掉 对然后后来还是没有甩掉 你当狗仔那么是吃素的 后来就一路被拍拍拍 拍到他9点半进了这个维哥 晚上9点半 对晚上9点半 结果呢你知道维哥一次休息是 两个半小时 我是上个月去我才知道 就他真的住好住满 休息两个半小时 过夜就是一整夜 那么贵当然不能浪费 分秒必争 对就11点多才出来 对然后他就是这个摇下车霜 就是有被拍到这样子 应该也跟拍他一阵子了 那后来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 第一个大家对有兴趣的 是因为这个孙仲宇长得真的是蛮美的 有气质的 对那个亲手女 她那个气质美 长发飘移 又是那个音乐的美女 后来大家就去 而且他当时身上 穿着这件20万的 这个Chanel的外套 就成为各大这个询问的焦点 然后还有拍到他这个牛仔裤也是名牌 然后他的这个鞋子 是Gucci的早春鞋 然后也是要一万四千块 他从头到尾都被大家讨论 那他到底是何许人 其实他是有名的公关名员 那这个吴玉生当时是 因为是公关有朋友的关系 介绍他们在一个饭局认识 然后后来听说 据了解说 吴玉生那个时候呢 就为了要追求孙仲宇 还刻意减肥 他本来是九十几公斤 九十四公斤 然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去针灸 然后针灸这个瘦了十六公斤 超有毅力的 因为孙仲宇当时是单身 所以还当时蛮多的人要追求他 那可是那时候吴玉生 在减肥的时候呢 他就减肥瘦身有成 他也很得意秀给大家看 说他的皮带可以后面扣两个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 你五十一回了 你又是 你又没有要干嘛 那你可能 那你为什么要出来要减肥 还瘦这么多 然后后来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要追求这个孙仲宇 但是这件事情就被爆出来之后 那当然那个周刊 当然不是只是拍牛座纪念 一定是要爆出来的嘛 他就第一时间就打给了吴玉生 然后吴玉生就说 那你们要爆出来嘛 要刊登嘛 那周刊说对 然后他就淡淡的说 我知道了 然后结果呢 后来他的这个危机处理 他后来过几天就出来做了一个危机处理 他就是当时穿了一个圣人装 就全白 全白的圣人装 那个都是有公司 后来就是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圣人装 白色衫 对白色 代表纯洁 代表纯洁 对 然后他就出来 他就是没有像其他人 有什么烂借口 说什么去研究案情 或是什么上厕所 对看装潢 对对对 他还蛮老实的 他第一句话呢 他就说呢 就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对 他没有多做借口 然后他也承认说 他是一时迷失 犯了错 他会一坚承担 也对不起他的老婆 这样 但是尽管如此 就是他也就是坦诚不会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也受了 就是后来他这个就是维格事件 就后来就没有没有连任 然后到一直到目前为止 就是这个维格这两个字 还是会印在他身上 那我们讲到 讲到最后 讲到维格 其实现在大家对维格 还是避之唯恐 不及就是 那你会好奇 就是说 你明明知道狗仔都always在那边拍 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去 想说反正拍不到啊 但是我跟你讲 那次我去的经验 是他真的很隐秘 就是喜欢他的隐秘 所以从头到尾 除了柜台小姐之外 都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 也不知道你进出是什么时候 所以他的隐私 确实还是做得蛮好的 日本的滑板小神童 秀雪记 欢迎搜集 无奇不有 日本15岁的滑板神童山本勇 是目前世界顶尖的滑板玩家 他拥有许多花式滑板技巧 不论是单手倒立转滑板 还是滑板之间的跳跃 甚至是在滑板上连续旋转14圈 通通都难不倒他 仿佛身体跟滑板 以合为一体 山本勇希望 自由式滑板 能有更多商业机会 让更多孩子 能在一起加入 玩滑板的行列 讲到既职达人 印度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 竟然比时下年轻人的打字速度还快 只见他坐在打字机前 双手苍劲有力 耳聪目鸣 一边问客人资料 手指一边轻快地 在键盘上飞舞着 打字机不断发出 清脆哒哒声 不看人 我还以为是哪位OL在打字呢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